6月份集进入下半年了 下半年到底选股票 题材还有哪些的选股亮点 来公布答案 鼠方姐请上来 5G 瓶盖 瓶盖哦 鼠方姐在9点多的时候有讲过 车用 还有一个看不太懂的运动消费 请问这4个 有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就把有些股价已经涨了 但有些还是没动到哦 为什么还是这4大亮点 其实这个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5G应该跟基础建设比较关系 他比较跟企业端 其他三个都是消费端 也就是说未来里面 大家虽然都对景气上面 能不能复苏有很多的看法 但是以目前所有的投信的 基金进人的投票 居然都是认为下半年 消费端会上来 那我们现在看瓶盖 我们就在上个节奏有谈到 本来就是忘记道理 iPhone、iPad、笔电、平板 全部都有新的一个产品 那启动拉货的效益 预计7月开始 那它也是第一次 苹果的第一次的5G的手机 你只要从3G、4G到5G 全新的东西 要换规格 要换材料 所以很多的东西呢 都会带来新商机 那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新的商机、新的规格 有利于平均售价的提升 那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中国最大的PCB的公司叫建涛 它把所有的PCB 从铜箔基板到PCB里面 全部涨价一层 建涛待会儿它有挂牌吗 有在港股应该是00148吧 我们待会儿有机会抓一下建涛 应该是创进其新高 所以它产品价格调涨 股价也往上 那显建的经济景气转好了吗 对它本身的 那它的前提就是 它认为就是苹果的拉货效应 在今年7月之后会很强 OK 那车用部分大家都知道嘛 电动车 那尤其是在最近里面 开始不在锁国封城 有没有疫情就有一点点升温 那这个时间 大家就很想买自己的自己车子啊 不管脚大车的两轮的四轮的 然后再加上2030年 所有的燃油车是不可以开了 对喔 今年已经几年了2020 所以你在你就要想 你2030年不能开 那你现在未来里面 可能都会往新的智慧车 跟人员车种 那这个部分 那5G大家就已经知道 就是5G基础建设 那尤其是中国 它力推愿意 希望成为世界的No.1 你看连美国都说 我们5G共同制造规格 那立抗中美的关系 所以台湾有意外成为非美供应链的受惠 太讚了 水芳姐问一下 你刚刚讲中国大陆那家大厂 在做什么 建套是PCB的 PCB 所以PCB除了用在瓶盖 其实5G那些基础建设 印刷电路板也会要用到 当然 所以咯 找到了 你看挂在港股 这档标的建套 创进其新高 哇 整个上升轨道好明显 对你看 它本来是15.9港元 现在到21 这个是好几层 印刷电路板是所有科技产品 电子之幕 然后再往下走 都要用到 然后那运动的部分就是 大家被憋很久 那身上的肥肉越来越多嘛 那受惠解封疫情的下降 输压 跑步可不可以输压 可以 运动可不可以输压 你要跑步运动 要不要穿运动机呢 要嘛 所以它这个部分最快情况已过 因为门市都已重开喔 所以呢 赶快来看一下 还有机会的选股方向喔 那在今天里面 外资买超第四名 投信买超第三名 就是2313的滑通 所以在这种过程我刚才讲说 建套要涨价 那HDI版 而且它是做最高阶的 就要多层次运刷电路板 那以后手机越来越小 空间要不要越来大 要放天线 要放主动电线 那对高阶的HDI版是有利的 那这个都是统计到昨天 那我刚才你讲 投信买超第三名 外资买超第四名 那在今年里面估是4.2到4.4 本益比呢只有11倍 好低喔 所以最前能力不错 股价没涨到 对那刚刚也谈到星星就是ABF ABF是最有可能在第三季率先在台湾涨价的 那你看外资 哇买很多 对那投信虽然5月以来卖 但是最近又开始回补 所以他卖超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 那本益比大约是在18倍 车用 那车用的部分 像4927的泰鼎 它也是PCB 你看PCB是不是都要用到 因为汽车版 它是叫做硬版 对 然后所以泰鼎的部分 它是用在NB版跟汽车版的部分 那它今年的第一季就赚1块半 第一季淡季就赚1块半 因为有很多的转单 它是在泰国的部分 那它配息应该有3块 那它是KY的 在泰国的不用磕税 海外的KY就回台第一挂牌 只要670万以内 是不用磕税的 那这个部分 你来看它本益比才几倍 11倍 因为它今年第一季赚 就赚到1块半 今年预估将近7块 目前股价只有60几块 本益比也是11倍左右 那核大一定 你要讲到特斯拉 你就一定会想到 核大跟所谓的茂联 可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 很多的非电的族群 本益比都比较高 最坏情况过去 但本益比比较高 以今年预估大约3块钱左右 本益比在45倍 所以我这两类先扫描一下 扫描两档本益比低的 滑通跟泰鼎 我们来看2313的滑通 它在最近里面 盘整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你看在今天里面 外资卖两天 一天一口气就买回来 我刚才讲 这最新的买9000多张 那投信今天又买超好 那你来看它的股价 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你可以发觉到 它在这边里面 是所有的均线向上 是多头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等什么 成交量出来 成交量帮我出来下 等量出来 也就是说 它在今天里面 这个是一个三角形收链 有看到吗 它已经出量 所以它是有机会去过高的 你看出量定方向 十方姐交过 第二档 那4927的一个太鼎 你也可以发觉到 它呢也是在这边 先均线纠结 我们说瑞涵有交过嘛 均线纠结 所有的开口向上 它是多头的个股 那在最近里面 法人也是开始做买进 但不追对不对 这个的话可以拉回再做买进 你来看它也是一样这样子 所以它已经突破方向了吗 算吗 它算 但是它今天去做回撤的一个动作 但是回撤是亮缩 也就是说它只要这一根红棒 我们消掉 清掉喔 这一根红棒 没有去做跌破 那基本上你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因为它快除息了 OK后面两肋喔 那联发科不用讲嘛 今年大概赚20块钱 本益比是26倍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非美供应链 4968立基的部分 本益比就比较高 但它营收也是在创历史新高 那是23倍 巨洋你看 我说传产股都会比较贵一点点 巨洋它是属于运动一的品牌 本益比是23倍 预期的部分做鞋子的 运动鞋的部分 本益比是15倍 好你看巨洋土洋同买 联发科也土洋同买 但是呢 这边喔 小小缺点都贵得不得了 51万 16 17万 16万 10万多 真的好贵 如芳姐 所以我看一档就好了 然后联发科 联发科我们瞄一下吧 它本益比26倍 联发科明天会怎么表现呢 我觉得联发科在今天里面是没有量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相形 相形整理 对相形整理的可能性 我为什么要切联发科 因为我要带到明天了 明天台积电除息 两块半 台积电除息顺利填息 您乐观吗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一天或两天除息 只要填就好了 我觉得因为台积电 真正最重要的是 在今年下半年才会去接到 我刚才说的A14X跟A14的处理器 那才是它最大的一个利多 所以如果它明天填一点点 也走比较顺 对大盘是加分吧 对 其实说真的 如果真的要填 开盘就填了 两块半而已 只要新台币持续的升值 美股表现不错 热钱持续的进来 当然一开盘可能就填了 谢谢鼠方姐 感谢您了 赞 赶快跟大家归纳一下 这个进入了下半年 原来四大族群 依旧是市场当中的最爱 它的亮点理由 全部都看下半年 下半年陆续有些的期待性 当然机会就来 所以平盖 车用 5G 包括了运动消费 高属房姐一再强调 都是内需消费带动 不要说我们了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在疫情之后 外需靠不了 大家都靠内需市场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 包括了筹码 法人动作 预估经验EPS 本一比一都帮您掌握到 跟您这分享 还要再清楚告诉您的 来电中请上来 明天台股 您觉得该注意的重要事项 对 明天是星期月的第一天 可以观察几个重点 第一个 疫情好像会重来 那利空会不会越来越淡化 就是大家反应越来越淡 那是个重点 那再来是外资期限选的布局 能不能持续都是红色的 如果一进一退 可以一样还是一个箱形的盘整 大额交易人在结算前 其实已经布很多空单了 现在还是空单 所以代表他们对这个 他们看法没有太好 这个可以留意一下 七月份 七月的选择群的上档压力 目前是在一万两千点 离现在其实还有一段距离了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特别看一下 指标股在上市的话 就是明天的台积电 还有最近表现比较强势的郁金光 还有被动银件的国具 上柜就是权重股有三档 其实表现都不太好 就是最大的三档 那特别留意 那升级股如果转弱的话 可能也会有转弱的现象发生 林总 我再确认一件事 观众朋友听好 就在今天本土期货 台指期前十大交易人 您说已经翻 空 观众朋友看这些了 现在的美国股市 九点半 现在时间快要十一点半了 九点半开盘就已经走得不太稳了 平高盘开出之后 一旦美国股市开始剧烈震荡了 就在平白附近百度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 如果就像林总说的 期货它已经翻空了 美股再走个不稳 明天台积电又要除息 您说该怎么办呢 麻烦您盯着看 明天行情的变化 刚刚林总的叮咛 只想问 他今天晚上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所以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